半个小时的视频终于被我剪到了一分钟 今天挑战自制辣瓶糖 分辣果酱模具我都买了 我还买了几瓶饮料 我们做几个饮料馅的 先把这个可食用分辣融化 这过程真合之余 不要在温度很高的辣里面加色素 要不然就会这样子 那到底要怎么给辣染色呀 我没有做功课 然后就把这个辣油倒到模具里面 再把模具里的倒出去冷却一会儿 反正就是重复这个动作 等这个第一词来变得差不多厚之后 就可以加我们的饮料或者是果酱啦 最后再封一个顶 温馨提示饮料的一定要好好缝 要然它会漏的 我酱馅的辣瓶糖真的非常好做 我做第一次又成功了 就是这个饮料馅的总是漏 也太可爱了吧 我简直就是做辣瓶糖的天才 然后就是我们的试吃环节 先把这几个饮料的合了 第一个是可乐味的枯鲁明 可乐味的辣棍糖 橙子味的小鱼 不知道为什么饮料的比果酱吃起来更爽一点 吃饮料辣瓶糖会更开心 好了拜拜